很多时候呢 真正撑起一个家的呀 那不是男人 而是女人 有人说男人不挣钱 这女人拿什么来撑起这个家呢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撑起一个家 或者说一个家没有家的样子 只有钱 行吗 钱多一些 只是可以让你在家里的房子 摆设呢 豪华一点 但是对家的实际含义来说 没有多大帮助 就算你住在亿万的豪宅里 满地都是垃圾 床上的被褥是乱七八糟 厨房里呢 没有烟火 客厅里呢 没有水果 膝下没有子女的欢声笑语 这还叫做家吗 这只能叫做你住的地方 再说了 现在的女人呀 除了做家务 很多女人呀 自己也在挣钱 所以说 有些男人 你不要觉得自己挣几个钱 就觉得有多了不起了 一定要看到 这女人呢 她在背后 辛苦的付出 男人们 你们听懂了吗 关注我 了解更多情感相处之道